感谢主,首先要感谢主 大家好,大家刚才听牧师说都知道下星期四是什么节目 Thanksgiving 中文叫感恩节,不要误导到第二个节目 感恩节,对于我来说,以前感恩节是什么呢? 你猜猜 吃鸡鱼 吃吃吃吃,有很多东西 但是今年意义对我非常重大 因为我成为了基督徒 几个星期前我很开心 几个星期前我又受了洗礼 我觉得我生活丰富了很多 我很开心 我很感谢主,特别在这一年以来 我上了主都差不多有十个月 应该有十个月 我今年是一个很打击的一年 因为首先在年头我爸爸去洗 在半年之后我又没有了份工 但是我有一个神 他带领我走每一条路 他安排我一份工 给一个很温馨的家庭我 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 还有一个很... 整天都好像有人抱着我 很温馨 我觉得如果不是有主 不是有神 我想我不会有现在和你们 站在这些说话 我想我一个很... 很愤怒的人 会每天都这样低着头走 但因为有神 他不断地支持我 那种力量呢 我说是没有人会... 信是有那种力量 我以前不会这样 如果我没有一份工 然后我爸爸又不在 我想我每一个很随头上去的人 每天都会哭 但因为有神 他给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去帮助我 去帮助我找工 去帮助我去做一个乐观的人 所以现在就不同了 我希望大家在每一年的 Thanksgiving 不是只顾着吃火鸡 我们是要感恩 感谢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我们 感谢神